名字超长的明星 那家男人 热巴全名九个字 而他更是绕口 说到起名字这件事 如今很多人的名字 真的是文艺又清新 乐圈里的明星 不管是一名还是真名 也都有自己的特色和寓意 今天小编就给大家来盘点 一下圈里名字很长的明星 第一位就是我们美美的 鼓励那家了 自从那家出道以来 很多人都因为不看好他而吐槽 那家也是遭受了很长时间的群网黑 不管做什么 都会被大家吐槽和骂骂 不过好在 那家也很坚强的走过来了 近两年 那家出演了缝纫及乐队等多部作品 口碑和演技也越来越好 剪了短发的那家更是气质出众 越来越多的人都被这个努力 又坚强的女孩给打动 作为维吾尔族的那家其实全名叫鼓励内扎尔 但和提亚尔其余一位花儿一样的容貌 不得不说 那扎确实漂亮又有气质 在路人的镜头下颜值也是十分在线 第二位就是同一样被维吾尔族的麦迪娜 说起麦迪娜 大家可能印象不是特别深刻 其实在穷瑶阿姨性把还住狗狗里 麦迪娜曾经出演了香菲衣角 演技也是挺不错的 这几年 麦迪娜也是在低调的拍戏 但是星图并没有特别光亮 在秦白桃墨制下中 麦迪娜特别出演了肖强衣角 短发造型惊艳了众人 作为维吾尔族的姑娘 麦迪娜的全名叫做麦迪娜 买买奇 全名也是六个字 不过这算比较好记一点的名字了 第三位就是我们的迪娜热巴了 大家都知道迪娜热巴也是维吾尔族 而且热巴自出道就凭借着出色的演技和低调的性格 赢得了很多人的喜欢 不光粉丝们特别喜欢热巴 娱乐圈里也有很多男偶像把热巴当做女神 毕竟这样完美的人谁会不喜欢呢 迪娜热巴也是多才多艺 从小在异校学习的她被父亲寄予后 迪娜热巴的全名叫迪娜热巴 迪娜热巴 就在维吾里是心爱的美人的意思 像毕热巴的父母也是把热巴当做小公主吧 不得不说 热巴也真的是人如其名啊 最后一位就是演员米热 从小在学校就是积极的文艺分子的米热 偶然对表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一考时也是如愿地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 由于长相棱角分明 米热也是很容易被人记得 信任的时 米热也被于郑选中签了工作室 在毕业之后就出演了很多古装剧 只不过大多是乱线的男二角色 不过小哥哥的眼界和颜值还是很在线的 米热的全名叫米热加提亚李神 这名字念起来真的挺拗口的 大概一口气也念不完 看了这些明星的全名 你们是不是又被惊讶到了呢 看了这几位爱豆 小编倒是觉得偶像们还是很不错 挺正能量的 不知道大家喜欢哪一位呢 温城谢谢